而说到国际间真的是相当不平静 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前天就惊传出恐怖攻击 结果造成95个人死亡 246人受伤 是震惊全球 上万群众随后就走上街头举行哀悼游行 结果却爆发了静明冲突 人民民主党昨天就率领大约是1000名的支持者 在安卡拉的街头抗议并且哀悼死者 群众就高喊说总统和警察是凶手 双方也发生了追打冲突 另外在法国巴黎马赛韩瑞士等地区 也有民众游行谴责攻击行为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团体出面来坦诚犯案 但是政府就说了 伊斯兰国ISIS就是幕后的主谋 全国国哀三天哀到死者